好 继续来看到终选会在今天要举办选举史上首次的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 我们先来聚焦国民党的2024部分区立委名单 当中有很多的新面孔 其中位列部分区第三名 人称区块链AI专家的宝博士葛如君 不只在币圈少有名气 也曾经跟数位部长唐凤在Podcast上聊科技 另外排名第15的外交女将吴亮仪 是侯友宜访问美国时的重要幕僚 来因提起征召政治新面孔 期盼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台国曼谷国旗海飘扬 他的未来再来找回来 对不对 侯友宜的包凶 侯友宜风在东南亚卖力拉票 镜头一转来到越南 我们需要各位的协助 柯志恩现场热情助讲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乔邦们的支持反映粮草来源 在这之间传真引线 包括刘双全的资深乔领 还有多次出访担任重要幕僚的他 扎喜马尾换上套装 吴亮仪凭着外交专业 被列为部分区第15名 更在侯市长访美前夕 成为选办先前部队 这一次的安排 它是真的是一个team effort 看场地啊 到时候媒体可不可以在门口拍 然后谁会下来接 因为如果媒体不能进去 可能他是智库的执行长 退休的大使啊 还是谁要下来接 魔鬼统统藏在细节里 细节就是一个做得好 没感觉就是应该的 可是一个小细节 做不好的时候 会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侯友宜防美行 在青年座谈期间 出现这段插曲 无量一夜还原事件原味 人体哪里呢 台北人啊 住民啊 你是新北人啊 那个老板 他是台湾人 市长我也是你的选民耶 然后市长就很开心 他说真的吗 你是哪一区的 然后他才问说 那你也是新北市人吗 他就随意就问了 另外一个员工 这回蓝英不分区 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我是这个 这一次不分区 被提名人第三名 戴上VR装置 欢迎来到 葛如君的异象世界 现在呢 正在虚拟世界里 但是我却看得到 对面的人 我也看得到作品 随时呢 是可以未来 用一些软体 去标记 或者把它储存起来 伸手一抓 就能将眼前美术作品 拍下留存 虚实合一的新科技 正在发展ING 另外会影响立月生态的 还有这声控直播演进 所以他现在就在录影 那这个以后 可以去开国防委员会 对 讲太多这种东西 大家会害怕 就会觉得 这个委员很可怕 他都在偷拍我们 但是这其实 这同时有两面 一个是风险 一个是机会 百年大党 这回征招政治素人 人称宝博士 AI区块链专家 葛如君 面对新科技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他认为 危机也是转机 科技一定有好的 也一定有坏的 那不要因为 只看到坏的 就觉得这个科技 很可怕 我要把它推开 你推开它的时候 就是你 失去机会的时候 宝博士除了资深专业 也曾和唐峰 一起在Podcast 节目上聊科技 入主国会殿堂 见识数位 发展部 理性问证 这个是功名的期待 但是如果是我真的 非常在意的 比如说 AI很可能会导致 我们的服务业 工程师事业 影响到人民权益的事情 这个我可能就会激动 这个激动 只是一个过程 以政治素人之姿 前进国会 宝博士私底下出了 宅科技更宅艺术 认为科技业的转型 实在必得 2016年的时候 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 你可以在便利商店 买比特币 然后全球轰动这样 2016我们就做 这么不得了的事情 到2023年 就没有大鸣大放 还很可惜 来一部分区名单 有科技狂人 也有年轻外交女将 要一改民众 对百年大党 年长的官僚印象 总统票头三 然后政党票头九 我一定会跟大家 站在一起 我们一起让科技 不只带来风险 也能够为台湾 带来机会 记者上面 杨宇达台北采访 报答 杨宇达台北采访